此季上卦联络处场内进行疫苗施打 场外则出现了一台可爱金贵车 快餐车可以比较吸睛 坐铃铛是我们是左洞式的 如果你都没有声音的话 有前面的人就不知道 旁边的人也不知道 我们有声音的话就提醒他会注意 Q版的苏食快餐车 是由台南绑制越南厂退休厂长跟志工 以退车进行改装 整个园区几千人的进出 可以把这个退宿的林芳庙药普及 我们设计的高速列车 还有就是行动餐车 苏食是对我们的身体 还有对我们的疫情叫做最快 苏食快餐车上美味的点心 配合志工讲解苏食成了现场话题 也要少吃肉多吃蔬菜 保护世界保护就是环境啊 很有创意啊 我远远就看到这个小黄车 会愿意响应吗 会啊会啊会啊 怎么说 会跟其他同事或朋友讲 善用创意跟团队力量 志工不仅舒缓施打疫苗民众的紧张 大家对于苏食有了全新的了解 大爱新闻学员林陈和珊 徐晓琪台南报道